台铁潮州车站的副站长 竟然在人来人往的月台上开枪射击 这是民众搭火车的时候 误及到副站长持着BB枪朝天花板射击 先后开了两枪 这一把车站当成了把场 副站长出面诚心说 因为火车站的屋顶经常有歌群停留 还些误会低到旅客造成环境的脏乱 还会私下买BB枪对空射击赶鸟 坦言这个行为其实已经很久了 不过开枪赶鸟 是不是涉嫌违反了动保法 农业处将会在派员进行查证 拿枪对着天花板射击 民众在火车上目击这一幕当场吓傻 男子开完枪过了一下才离开 这时民众仔细看 他这身制服不就是台铁人员吗 当然的车都很少 如果拿那个车外盒人家会吓到 在人来人往月台开枪射击实在太夸张 19日中午有民众准备搭潮州往高雄 去监车北上 在潮州站火车上听到旁边的人说有人开枪 他当时还不信没想到看向窗外 竟然发现副镇长持BB枪朝天花板射击 前后开了两枪 执疑把车站当靶场 我目前想到的愚笨的方法 就可能用BB枪来赶鸟 不是目的说要打鸟 自己知道说我这样做法是 不是很完善的做法 原来经常有歌群聚集车站月台钢梁高处 排泄物会滴到旅客造成脏乱 副镇长才会买枪赶鸟 都会滴到旅客的身上 我们每天都要去哪 开枪赶鸟是否涉嫌违反动保法 农业处将在查证 另外在工作领域开枪赶鸟 虽然不违反社委法 台铁认为并不妥当 后续会研议设置防鸟索 避免未来鸟没赶成反倒吓坏乘客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邦报道 前两消息来关心到 各国陆续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指挥官陈时中也在日前透露 国内考虑明年1月底开打第三剂 有感染科的专家分析了 第三剂可以先从机组员 机场工作人员 医疗照护人员等 第一到第三类的高风险族群来开打 另外像是长者跟慢性病的患者等9种人 也可以提早打第三剂疫苗 至于混打者未来也要打第三剂 目前主要会以mRNA疫苗为主 或是等到高端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出炉 也可以纳入评估 各国陆续开打第三剂新冠疫苗 指挥官陈时中也在日前透露 我国的第三剂最快会在明年1月底启动 有感染科专家分析 第三剂要跟第二剂间隔6个月以上 可以先从高接触风险 也就是机组员 机场工作人员 第一到第三类族群开打 另外年长者慢性病患者 因为抗体生成可能比一般人少 也可以提早打 采取逐步到位的方式 让全民都能打到第三剂 目前国外第三剂 大多数都是打BNT 或者是莫德纳疫苗 但我国目前有4款疫苗持续开打 未来要怎么选择也是一大难题 有医师建议像是原本一二剂 打莫德纳或者是BNT的人第三剂 就是这两种厂牌任选 如果打两剂AZ第三剂 就可以选择继续打AZ 或者混打MRNN疫苗 要是是AZ混打足第三剂 就是直接选MRNN疫苗 而最复杂的高端组合 如果因为出国需求 三四剂打了AZ或者MRNN疫苗 第五剂则是可以从莫德纳或者是BNT二选一 或者也能等高端三起临床试验 结果出炉再做评估 除非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临床试验 证明他效果非常好 接近90% 或者是改变他看元的结构 他就可以来当做后面的追加剂了 可以打相同疫苗的 这样做一个准备 当然一个是专家的一个建议 然后加上自己的选择 但实际上到底要怎么打 指挥中心会参考专家建议 再让民众自行选择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雪 全台有感降温 北台湾白天的气温 相较于昨天有明显的下滑 而且提醒你 今天会越晚越冷 预计礼拜二早晚低温 可能下滩到只有13度左右 中南部中部以南地区 最低温也只剩下15 16度 气象局长证明点提醒了 这一波冷空气温度很低 他还贴出了一张卫星红外线的云图 指出棕色区块 地面温度在-20度以下 另外海面风力有达到青台等级 这波冷空气来得很快 太阳从山冷线探出头 金色光芒洒在云海上 玉山日出美景令人惊叹 另一头荷欢山五岭纯蓝色天空也很迷人 尽管清晨只有6.4度低温 还是吸引不少游客上山 对比山上好天气 北台湾受到强冷空气来袭 不仅水气增加也明显转凉 预计越晚越冷 冷空气的等级呢 是在接近东北季风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之间 在中午前后的气温相比 跟昨天就有8到10度左右的降幅 全台降温显著 中部以北高温 从前一天27度直线下滑 到了礼拜二剩下16度 早晚低温还可能下探至13度左右 直到周三白天才逐渐回温 中部以南地区高温也有约5到6度降幅 低温也只有约15到16度 紧接着礼拜五又有下一波东北季风报道 气象局长证明点也发文补充 这波冷空气温度很低 地面温度有达负20度以下 且海面风力有青台等级 冷空气来得很快 青度台风的话大概就是平均风力 有到就是7级左右 我们在高雄与北汉东半部 恒春半岛以及各个离岛呢 其实风力都容易来到平均风 大概就是6到7级 正风9级 甚至有到10级的状况 24节气中的小雪全台有感降温 周二前水汽如果达标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还有机会再度飘雪 记者综合不得